千万别在5月12点玩地铁跑酷 据说在5月12点玩地铁跑酷时 使用弗兰克 它就会带你进入一个蓝色的末日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金币都是真实的 减多少金币 就能在现实中拥有多少钱 不过当弗兰克变成彩色玻璃时 就千万不能减地上的金币了 否则你将永远困在游戏里逃不出来了 5月12点玩地铁跑酷时使用弗兰克 它就会带我们进入一个蓝色的末日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的金币竟然都是真实的 减多少金币在现实世界中又有多少 不过这弗兰克还在变成彩色玻璃 又是它变成彩色玻璃 就不能减地上的金币了 不然永远就会在游戏里出不来了 诶 这不是那些小伙伴们都让我们丑战一下 可是万一要在游戏里出不来 那又怎么办啊 没关系 如果弗兰克变成彩色玻璃 我直接再听游戏我就行了 我们也再作弊了吧 正好现在刚到5月12点 咱们就来帮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证实一下是不是真的 胆子大的宝贝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哦 首先咱们点开滴滴跑酷 诶 怎么是个女生啊 这不不行 咱们得把主角换成弗兰克才行 向下滑走到弗兰克 诶 在这里啊 希望弗兰克完成 现在主要上就是碰大家的弗兰克了 接下来我们就为弗兰克出发末日世界了 不行 弗兰克跑起来了 目前拿大影响都还是正常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出发呢 诶 胆子怎么这样啊 诶 这么客机了 诶 无事啊 再打开的时候 她的地团就变成弗兰世界了 那给你打开啊 再次打开你电报库 诶 胆子怎么变成这样啊 弗兰克竟然变成灰色的了 这门门都是弗兰世界嘛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弗兰世界减金币吧 那个的小金布拉克会变成彩色玻璃的 那 你看 看一看 哇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地图也太诡异了吧 这些金币还全都是笑脸啊 这个城市里的建筑 怎么都是诡异的蓝色啊 连车子都变蓝了 就像假的一样 不过咱们只要把金币吃掉就行了 看来这真的是到了末日啊 哪个人影都没有 吃金币吃金币 我掉 我再掉 竟然还有小蝴蝶在旁边飞呢 现在已经吃到一百多个金币了 诶 这个车的闪光灯 这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呀 诶 现在是 咱们可以呼呼吸金币了 好多小蝴蝶啊 我没想到末日世界还有蝴蝶呢 我掉哦 它是不是会变成玻璃啊 目前来看还没变呢 但是我随时准备着呀 我感觉速度就开始变怪了 我得小心一点吧 现在已经三百多个金币了 好多鞋子了 我给你跳得非常高啊 小蝴蝶 又消失了 我根本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有点害怕呀 你们可以给我点点三百注意吗 接下来我要进入这个末日世界了 眼睛开跑 诶 等一下 这紫兰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呀 这是玻璃紫兰克 那我千万不能吃到金币 我已经吃到金币了 完了啊 我要在这世界里 再也回不到现实世界了 怎么在呀 宜克森 炸开被吹上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回到现实世界 这个世界也太恐怖了吧 所有的金币今仍都是呃呃 我 对 这太远了 竟然都有鞋子 这车被撞到了 完了 宜克森再见了 我愛你